大家好,我是黎諾爾 今年也是第四年做 而今年的配方 我們調製得像啫喱狀的糕狀 今年我們不用雞湯 我們用魚湯 希望魚湯可以帶出蘿蔔的鮮味 蘿蔔今年會輕微切粗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吃蘿蔔糕的時候 有蘿蔔條 所以我今次希望再調配方 再粗一點 希望大家可以吃到蘿蔔糕的香味 我自己比較喜歡中國的蘿蔔 因為日本的蘿蔔和韓國的蘿蔔 是比較水分重 如果太重水的蘿蔔 很容易令到糕削 做蘿蔔糕應該是 像這些 粗一點 摸上手 敘手 表面比較平滑 不要太多破口 其實這些破口開始代表乾水 其實會比較老和有渣 我自己有個習慣 放完油後 放小紙巾 抹一抹 因為我不想糕有太多油 其實中火就可以了 其實煎糕很簡單 聽到滴滴聲就對了 不要有白煙就對了 細膩揉成一種 現在最初就不要去動 千萬不要太多 下去 先煎了一邊 再動它很容易 不會爛 先煎熟 然後慢慢再煎一邊 而且反糕時 很多人都會用鑊鑊去剷 因為你這樣剷 他會發燥食膏 放鑊鑊在哪裏 用筷子 輕輕輕一反 糕是最完美的 今年的馬蹄糕是第一年做的 今年沒有放任何黃糖 只放冰糖 馬蹄是切片的 希望增長口感 把馬蹄糕的鮮味提到最高 其實選馬蹄很簡單 雪白、大粒 形狀比較漂亮 不要太顏殘 就為之好 如何為之好的馬蹄糕 上下這樣按 是硬的 就好了